不得了 你不得了 真是要命了 姑奶奶自从回来 就马不停蹄的 容易吗我 雕照我已经到医院停车厂了 我实在是太困了 我在车里睡一会儿 等你 睡觉呢 大招 人家今天好累哦 要不你来开车吧 你看我的手 怎么了 怎么的手抖了 连续做了好几台手术 我手术倒累的 要不今天你开吧 好吧 既然你都放大招了 那我就贤惠一把 我来开车 但是人家需要加油 可以了吧 今天我赔你 把所有客户的约会都推掉 等我一下 林总啊 我身体有点不太舒服 我刚才量一下体温 有点地烧 最近流感实在是太厉害了 我不信中招了 要不这样吧 我想我们今天的约会呢 推迟好了 我别把流感再传染给你 拜拜 搞定 你饿了吗 我已经饿得前行提后备了 要不咱们去吃那个 那个 那个那个 那个什么虫 褐虫面 对 怎么样 吃一杯 吃就吃 睡怕睡 走 你好 这顿面请来一下 你也来了 来 请慢用 谢谢 看这个面 又圆又粗 像不像乌冬面 可是它跟乌冬面不同的是 它 它脸头是金的 那小瘦的肚子里没有染过蛔虫啊 这个像不像那个蛔虫 吃饭吃饭吃饭 喂 蛔虫啊 哎咦 嗯 嗯 好香哦 真好吃 你看 同样都是蛔虫面 但它每一碗的味道啊 都稍微有点面差别 是不是很有意思啊 你的趣味就那么饿死我了 我喜欢这么玩 我每次把朋友带到这里来 只要跟他们说 这个像排出来的蛔虫 他们脑子里就会有画面了 没有一个不怕的 但是我已经免疫了 好吃 很好吃 好 很好吃 真香 看那个揉面师傅那样 吃了就老实了 我们吃的面条里 都有从他们手心脱落的 角质层细胞 这也是为什么 不同的揉面师傅 做出的面条味道会如此不同 因为他们每一个人手里的 角质层细胞的DNA 都是独一不二的 手皮 手皮都揉进面里了 这才合理解释了 为什么 不同的师傅做出的面条 会如此不同 你看 不 Horn 听说 你推出一次 感觉 直接送进面条 所以我们老板 这个时候 让你出现 然后必须 较乱аться 然后再来 我以后 什么时候 吃你 多吃你 我愿意吃的 凡姐 你帮我约一下 明天早上九点半 王大哥有没有空啊 我想跟他谈一下合同 他在上海啊 我正准备跟他谈一下 以后的合作意想 下周我要出差 如果不落实在合同上 大家心里都没有底 你帮我约一下呗 我打电话给他 拜托你啊 就知道你最便当了 你怎么不直接打电话 声音声的门道 你就不懂了吧 回去我再跟你说 我如果直接给王大哥打电话 就未必能约到明天 但是如果找凡姐的话 准是约几点就几点 一分钟都不太差的 否则凡姐会担心我 误会他支持不动男朋友 他后面子 就怕丢了这份 你啊 永远在使坏 从未被超越 我那个什么角质层 手皮之类的 都没法跟你比 坏蛋 你才坏蛋呢 看着人模人样的 思议等我吃得最香的时候 跟我说什么手皮的事 我正在那儿犯恶心吧 你还在那儿旁边 乐呵呵地欣赏呢 你什么人呀 狼狈为奸 沆穴一气 蛇鼠一窝 今天晚上 你好好学这三个词 说的就是咱俩 好了 帮你洗个澡吧 要在你生残之间的份上 明天再加过几次 今天先躺下吧 到会儿等我吧 重死了 我的表皮可奔了 来吧 喝一次 我自己洗就可以了 把你脱落的角色 成细胞都给你搓掉 做医生这行 要经历的高度紧张 与种种内心的纠缠 曲潇潇未必会体会得到 可每当赵医生 跟曲潇潇在一起的时候 就像走进了另一个天地 工作在那边 生活在这边 严谨在那边 随性在这边 赵医生感到 只有这样 人才是活着的 人生才是完整的 你这挺好 你先洗澡 我们两个人的水 你洗 好 放水洗澡吧 又一起洗